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看看你不行啊 没有啊 那个我们昨天分开以后 应该就没有出什么意外了吧 网上的消息我都看了 不过你放心 我突然间发现 其实网络暴力没有那么可怕 只要你不往心里去 它就伤害不到 你能这样想真是太好了 我本来还在当心你呢 但其实网络上也不全是作怪的 你的铁粉还是很支持你 就像芸汐 她到现在还是苦苦撑着粉丝会 他们都还等着你回归 所以你千万不可以放弃自己啊 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很艰难 但你想 我那时候从水镇 自己一个人来到北京 从零开始 现在这样也是挺好的 我想说的是 人生嘛 难免会起起伏伏 高高低低 有的时候你遇到不愉快的事情呢 你不需要太在意 就像现在 天气这么晴朗 说不定等一下就会突然下大雨 但你也不用因为下雨而不开心 因为很快就会雨后天晴了 对吧 你干嘛要这样看着我 没有啊 我觉得你说得特别的好 真的 好 端端 什么 小艾 你没有觉得这个屋子里 充满了浓浓的 鸡汤的味道吗 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 我记得了一个信心 虽然角色不达 但是对于我来说 是一决心开始的机会 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自己 那太好了 你戏演得这么好 等到手拍完播出以后 一定会有很多人看到 然后你的戏就会 一步接着一步 一步接着一步地接 很快就会马上再活起来了 你根本不需要担心 小艾 谢谢你 因为外力造成你的脑中 有凝结的血块 所以你会感到头晕 恶心 更严重的话 还会出现暂时性的 失明失聪等症状 那 能开刀吗 再低的成功率 我都愿意尝试 因为血块的位置很特殊 暂时不建议你剁手术 保守治疗 不要去累运动 观察一阵 如果血块能被吸收 这儿就最好 如果转移到 适合手术的位置 那我们随时准备开刀 不过 你要有心理准备 如果血块压迫血管 早上脑出血 这样后果会很严重啊 早上脑 common kommun 来素素 来了 来个儿 你知道我不擅长到 人总是会变的嘛 你就没变啊 好 曹总 我怕你之前的剧本找不着了 特地为你又准备了一份 虽然呢 这次的角色不是特别重 但是好歹是个机会 机票在这儿 到时候他们辅导演 会和你联系的 你准备一下 好 那我先走了 皮特 无论如何 谢谢你 照顾好自己 春秋 好久不见 是啊 你来找皮特有事吗 对 我来找他有点事 好久没见到你了 我一直在剧组刚回来 你这是接新戏了吗 什么戏啊 还是之前那个 新疆冷遇 怎么了 怕我抢走齐悦的男一号啊 不是的 这个戏的制片 是大宋夏眼界那个江制片 你们的关系 我怕他对你 没事的 放心吧 我这次去就是一个客串 我听说你在这个戏里也有角色 好好准备 咱们戏里见 好 拜拜 好 拜拜 现在再见 上啊 上 上 上 弄他 弄 来来来 别害怕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雨萱呢 恢复挺神速是吧 我之前说让你休息两三天都说多了 别啊 我刚刚已经跟医生说好了 你让我请你出院 我要趁机啊 珍惜一下雨萱照顾我的机会 雨萱人呢 我说饿了啦 二话不说给我买饭去吧 你别太过分啊 他最近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呀 你怎么这么围 我是看他 我好得很 倒是你啊 孙一航 纸糊的吗 摔个跟头就躺着不起来了 我是真的受伤了呀 你也知道 那个车 马力真大 这不是什么摔个跟头那么简单 还好我这身体算硬了 要不然我估计啊 你俩都见不到我了 我不想在这儿听你无病呻吟 饭来了 自己吃吧 我回去帮诚哥看店了 你得喂我呀 我这手还疼着呢 手疼啊 手疼就别吃了 你好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你也走了呀 怎么开黑呀 师傅 真是 你 你 岳审 怎么样 你没事吧 让你说中了 这里面有个鞋块 医生怎么说 需要开炉吗 手术 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所以建议我 保守治疗 那你为什么不跟一航说啊 我不想让他担心 这样 你把你的病历给我 我去帮你找几个脑科专家 晖下诊 我从中医的角度 也可以帮你啊 谢谢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以前 一点都不怕死 我觉得我自己 就是个多余的人 从出生的时候就是 所以每天都在混日子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呀 我有了家 认了哥哥 还有 还有一行 所以 所以我现在特别地害怕 我怕我有一天就这么走了 他们谁都帮不了我 雨萱 我相信你 这个坏家伙 就交给你了 还有 这件事 麻烦你先不要告诉一航 好 那我先走了 好了没啊 好了没啊 快了 我说你当明星的 怎么出个门 比女人还麻烦 怎么样 大方得体吗 不错啊 你明天就穿这件去组吧 我看 对了 跟你说一下 这个呢 是药袋 里边呢 如果你睡不着的话 就吃这个白色药品的 如果你肠胃不舒服呢 就吃这个绿色药品的 然后喝酒味痛的话 吃黄色药品的 估计你也记不住 我到时候写个小纸条塞在里面 你记不住的时候 就拿起来看 放这了 这个呢 你最爱的泡面 放在铁盒子里面呢 就不怕被压了 不过我还是建议你少吃一点 吃这个对身体不好的 这个是足贴 还有跌打药膏 味道很大 所以我把这个包起来 你不要跟衣服放在一起 不然整个行李箱 都是这个味道 记住了吗 你干吗用这个眼神看我 什么眼神 我这是充满了 智慧 与崇拜的眼神 你少来了 之前都是庆平 帮你收行李的 也没见你崇拜过他 异性相惜你不知道啊 我这次制片人呢 是大宋侠影记的 姜树坤 我虽然伤感地让他报仇 依血心头之痕 那你还要去吗 去 干吗不去 戏份虽然不多 但是人物写得特别地出彩 而且饱满 真的 不红呢 也有不红的道理 是不是 终于可以不用演那种 高大全的角色了 那如果他欺负你怎么办 他要是欺负我的话 我就用那种 职业化的笑容感动 我劝你还是不要 以免他打你 晓岸 以前老老说自己 是那个最神药的星星 其实你才是 是你在我最黑暗的时候 是你在我最黑暗的时候 排在我身边 照料 在剧组 一切都要注意安全 喝酒未透 就吃黄色药品 睡不着呢 吃白色药品 肠胃不舒服呢 吃绿色药品 还有 方便面少吃一点 对身体真的不好 还有 没事的话 记得多想想我 按时给我打电话 如果 很难看 咱们 吃早餐了吗 吃了个鸡蛋 不敢吃多 怕胖 有啥都没事呢 我这儿有零食 给你了 谢谢 这不又是那苏星吗 大咖呀 这什么大咖呀 我跟你说 之前他那几个丑闻一出 人早就臭了 我要没记错的话 咱们剧组之前这个男一号 原定的是他呢 那你看现在 还不跟咱们一样 走大巴车去现场 好 风水轮流转哪 我先点个名啊 王喜 到 拱车 到 苏星 到 行了行了行了 继续继续 邓莎莎 到 小赵 老爷 你待会儿找两个群演 在前景这块儿滑下轿 行 老姜 疼脑 给你看一样开心的东西 什么呀 苏星 哪个苏星 还有哪个苏星啊 还有哪个苏星啊 就是把咱害苦的那个苏星呗 是不是特兴奋 是 小赵 终于落到我们手里了 来 你打算怎么办 礼尚往来啊 咱在他身上跌得多大跟头 他对咱不保 咱们也不能亏待了他 你说是不是 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清平 包给我 水啊 水啊 岳哥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我想吃山猪 好 那我跟生活制片说一下 这种事不要麻烦别人 自己做就好了 我也可以去买 但是这里比较偏僻 如果要去的话 花很长时间 就没有人照顾你了 我看起来像小孩吗 需要时时刻刻在旁边 有人照顾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岳哥 也是啊 天气这么热 让你出去这样晒 也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这是我的工作 那我现在就去 还有 你明天把雅玲 还有其他健身器材 带在身上 像现在没事 我就可以锻炼了 好的 那我去了 岳哥 好了 谢谢 你好 齐悦 开工了吗 我听说 我师兄好像也过去 客传一个角色 对啊 我请自方给了她一个角色 因为我之前对她 很不好意思嘛 齐悦 你怎么来了 今天外面天气那么热 辛苦 你才辛苦 你这身衣服热不热 用不用我跟导演说 今天拍摄时间短一点 早点休息 没事 没事 我们齐悦啊 那是很专业 很有态度的演员啊 好了 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 你们聊 我先走了啊 好 来 帽子挺好看 我到一天 我到一天了 好 是啊 我到一天了 好 是啊 好 是啊 您好吗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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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哥 好久不见了 张志骗 好久不见 真巧啊 没想到再一个剧组就碰见了 你看 巧不巧啊 对了 星哥 你知道那个大宋侠影记那戏后来怎么样了吗 怎么样了 黄了 播好的戏 就是因为某个演员出了丑闻 这个戏没卖出去 我不是说你啊 你往心里去 那行 你歇着吧 你忙吧 我去 我去你位置吗 我去你位置 大明星 加油 苏星 会准备了 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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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这场戏呢 咱们就是你这个拉黄毛车 它主要闯得出来 它是个特务 这边 对对对 把你刺杀它的戏 现在得吊起来 来 好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卡 停 停 好 我们再来一次 陆突 LO生 现在要 dots intent ags 乃铁 мир 云 尽层 integer 东西 马逾 再来一次 来 所有演员会员会 再来一条啊 三 二 一 开始 卡 停 停 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啊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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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先让苏星过来 认识点 认识 同学 行啊 我知道这个小角色 可能不太符合你的心意 但是既来之则安之 咱得顾全大局不是 不是 导演 到底是我哪儿做错了吗 是走位啊 还是台词啊 感觉 就是这个角色的感觉 好吧 这样 你再体会体会 我希望接下来这一条 你能达到我要的感觉来 好吧 等下我 去吧 好 来 跟我们人注意了啊 再来一条 阿璐 开始 卡 卡 卡 停吧 停 停 可以 把封码打回来 心那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下场戏台词谁写的 谁写的 我问你 这写得也太酸了吧 这不有病吗 不是 我跟玉菲的戏 我们在上场就可以结束了 你再这样演出的人事就崩了 怎么样 导演 欣哥 你怎么就不明白我要的感觉呢 感觉 什么感觉啊 导演 我从开拍到现在已经给你演了 几十种感觉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感觉 您告诉我行吗 好好好 欣哥 天气热 容易燥 你再想一下 没事 咱们都是出来做事的 您有必要随随便便 跟我们发脾气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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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休息吧 先休息吧 好 来 各位朋友注意啊 这场戏甩了 咱先拍岳哥 新哥 新哥 改过了 我们这个 对不起 耽误大家时间了 你怎么来了 晴平 辛哥 我这次是跟齐悦来的 对不起啊 不是我要求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皮特哥突然要求我跟齐悦 我也没有办法 你不会介意 我怎么会介意呢 臭小子 你有事干就行 省着一天天没事想着谈恋爱 年纪怎么样了 我们挺好的 对了 严实跟我说 他怀疑你的酒驾失卷有问题 说不定有人在他回 我跟延熙现在在偷偷地调查 不过现在还没有什么没目 跟延熙说不用调查了 我就是喝酒开了车 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我认了 辛哥 这个柠檬水是以前你拍戏的时候最爱喝的 你多喝点啊 收工之后 我再给你先炸一些送回去 好 谢谢啊 你干吗跟我说谢谢啊 好了我不客气了好吗 辛哥 我刚刚在线上都看到 我刚刚在线上都看到了 又送到好卑鄙啊 他分明就在刁难你吗 当年你当红的时候 他哪次见到你不点头还要 像哈巴狗似的 他当导演知识浪费的 应该当演员 演那种精神分裂的电台 小人 气死我 我在这个寒意待久了 明白的 清平 余哥找你呢 来了 辛哥 那我不在你身边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快去吧 注意安全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保护好喉咙 拜拜 辛哥 我有空就来看你啊 拜拜 好的 钱医生 我会劝他的 辛苦您了 你好 雨晨 你来了 太不严谨了 拖鞋还穿在脚上呢 我刚刚是自己咬牙上了个厕所 走到床开的时候 实在是没有力气拖了 钱医生已经跟我说了 你已经达到了出院的标准 你飞不走 还给自己增加了一堆检查项目 你知不知道 人不能经常做X光的 我是真的身体不舒服 脑袋特别地晕 雨晨 你怎么了 走 把手放开 看见没 虚弱要这么严 吓死我了 不好玩 你也知道不好玩 那你还装 你还是要做好玩的 你不是朝着要约会吗 躺在这儿怎么约啊 你要跟我约会 看你表现吧 但是我不喜欢冰秧子 爱情的力量真伟大啊 我突然嘴了好多了 真的 走走走 出院 出院了 医生 儿子 不耽误拍戏吗 刚刚放饭 正吃着呢 租里的和食好不好啊 吃得饱吗 吃得饱 虽然没你做的好吃 但是红烧肉 鸡腿 蔬菜 样样都有 放心吧 那就好 租里的人怎么样啊 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妈 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你担心那些事 在居住里是不会发生的 放心吧 那就好 我就放心了 书记卫 下一场准备了 来了 妈 我这拍戏了 不跟你说了啊 洪哥 吃完了吗 吃完了 穿了 吃完了 给洪哥穿上衣服 不是 这场戏是要掉尾眼吗 刚加的 导演 是这样 刚刚总导演夏峰那边提议呢 觉得你这个角色呀 跟其他几个太同质化了 所以呢 决定给你加点戏 一个飞檐奏逼的绝技 不是 兄导 不是我不想掉尾眼 而是我这腰 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 没办法掉 这个不行啊 这可是夏峰导演 点名给你加的 他一会儿就过来 他要看你没穿尾眼 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啊 你看这样行不行 让我们武行兄弟 先帮我替一下 替我当个替身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我说了 你以为什么咖位的人 都能有替身哪 你有没有考虑考虑 我们整个设置组的成为 你给我个通话块 能不能拍 能拍咱就拍 不能拍 我换人 走 不就完了吗 耽误大家时间 上位啊 可以 上位 上位 好嘞 各部门 准备啊 这儿 我来吧 皮特哥 他们突然让星哥掉位啊 而且不允许用提琴 掉位啊 赶紧跟导演说 就说苏星腰上有伤 不能掉位啊 去吧 等一下 皮特哥 我觉得都静总了 一切应该要听导演的 可是苏星 星哥对自己的身体 一定是最清楚的 他自己都没有反对 我觉得你也不应该 帮他出头 况且 星哥跟江志平 还有宋导 之前不是有什么误会吗 趁这个机会 把他解除了 不是挺好的吗 所以我是建议 不要去说什么 曲儿说的是有道理的啊 身体是苏星自己的 他都没有反对 那就按他的意思办吧 毕竟是拍戏嘛 得听导演 对吧 好吧 告诉苏星 注意安全 来 预备 一 二 三 好 好 好 过了 快走 星哥 快 怎么样 小心点了 小心点 别走了 行 行 我们去那边休息一下 好 好 来 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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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疼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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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 心灵 身上舒服多了 你没事吧 老师 没事 没事 哭什么呀 哭什么呀 不就掉个微染吗 没事 他们太欺负人了 明知星哥你有药伤 不能掉微啊 他们还这样对呢 我都不介意 你还想那么多干吗 快去 上午车里给我拿个冰袋 快去呀 你看我 车都没了 还要什么冰袋 我 一鹅 星哥 我给你找找 一定给你找找病怀 收工了吗 拍得怎么样 你在现场 一定会被我摔晕的 给我个地址 我给你寄点面膜 外面风吹日晒 请小心保护你的率领 我替我的率领感谢你 显哥 怎么坐在地上了 没事 药游戏不太熟 外面天气那么热 去我房车上休息吧 还有空调 吹着舒服一些 不用了 谢谢啊 我在这儿习惯了 没关系 显哥 没有冰带了 请用冰水顶一下 谢谢 我就是喜欢庆平这点 积极又重情义 对吧 庆平 是 连哥 咱准备开机了 好 苏星 你准备一下 给我打开戏 你干吗 没事 来 庆平 我的喉堂给我 不是这个 限量版的 那个今天早上 你没有刷药袋啊 如果什么事情 都让我提醒你的话 请问我要你干吗 我 回去呢 静平 快去吧 快点啊 我今天就指着 那个喉堂了 走吧 悦哥这个角色呢 本来跟你是兄弟 但是他留学回来以后呢 有了革命的意识 而你却做了土匪 所以再相见这场戏 感情一定要浓烈一点 悦哥 你呢 就尽情地展现你这种 恨铁不称钢的感觉 导演 那尺度跟分寸 要怎么拿捏 先生去 然后他明完不灵 你就气闹 进而打他 骂他 这都是合理的 导演稍等一下 我觉得情绪不太对啊 江流很明显 是要归劝二哥 加入革命队伍的 可是二哥的人 那你的意思是 我对剧本的解读有问题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一点不专业呢 你看人家 悦哥 人家对这个角色吃了呢 就很透 总之 悦哥 你呢 就尽情地释放你的这个 这个情绪 好吧 来 咱们找找感觉 来一条 星哥如果待会儿有什么 对不住的地方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好嘞 三 二 一 开始 二哥 如此说来 你是不愿意跟我走了 到哪儿走 导演 我 我情绪会不会太过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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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特别好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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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悦哥啊 你刚才啊 这个眼神 应该再多一些情绪 好 来 星哥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二哥 如此说来 你是不愿意跟我走 你往哪儿走 我问你往哪儿走 这普天之下 我往哪里走 你告诉我 你敢说你选择的路 就是对的吗 你坐井观天 还想跟我论对错 我出国留学多年 外面的世界 富强又民主 而我们国家呢 灾祸连年 恶夫遍连 稍等一下 不是恶夫遍连 是恶嫖遍连 三省 你干吗呢 这个声音我们后期会处理的 你不知道 人家月歌这条情绪这么好 生生让你给打断 故意的吧 不好意思 导演 因为他后面还有一句台词 无限周门深恶嫖 几多白屋 初公卿 我怕他又念错 我看你 欣哥你是因为我打你耳光 所以你不开心是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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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对这场戏有不同的见解 你想象一下 江流的底气不能这么做 因为他的革命艺术才刚刚萌芽 他现在也很迷茫 而且他跟他的兄弟这么多年没见了 我认为啊 导演 感慨应该多余质问 这是我的理解 如果这场戏的戏和 真的在于决裂的话 我觉得你刚才那一巴掌 打我都算轻的 戏和 你一个客串 你谈什么戏和呀 戏和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每一场戏都不是非戏 况且二哥 在江流革命初期的 意识形态的积淀上 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瓜哥好 看来你没有白研究江流啊 我刚刚在边上看了 苏星演得倒还挺像有思想的样子 齐悦明明是刚留学回来的公子哥 却跟个土匪一样的粗鲁 不好意思 夏导 耽误你们拍摄时间了 没事 既然二哥这么重要 那我们有必要 给他加几场戏 谢谢夏导